两年前纳会,火箭九张罗要得到安东尼,那个时候甚至没有保罗。 一年前,火箭因为没有愿意搭上阿里扎和卡佩拉和尼克斯的交易告吹,措施安东尼,而今,火箭队和安东尼几古俏定位一年的底薪合同,就只剩下满段,都说好饭不怕晚,瓜熟蒂洛的故事,真的会在火箭队上演。 安东尼是计划与火箭签下一份为期一年价值240万美元的老将比星合同,当然这个交易还没有通过官方的正式认可,因为安东尼还没有被正式的买断,雷霆老鹰和费城的三方交易,依然在进行当中,76人正在进行另一个交易,所以安东尼和火箭队的交易,必须要等待所有的程序完成,才能够最终的生效。 但是对于火箭而言,安东尼加盟火箭队已经是板上定睛的事,对于火箭和莫雷而言,安东尼加盟火箭队的事,几乎已经成了冷歪了的故事,一次次的生效尘上,一次次的梦想落空。 几年前,安东尼在尼克斯不开心的时候,莫雷心里已经盘散了太多次,想要把安东尼弄来了,但是这个事儿足足耐误了两年的时间,安东尼也从32岁变成了34岁。 但是对于一个顶级的进攻天才而言,34岁依然不是穷途末路,更何况火箭只是打算暂时持有一年的时间,安东尼真的会是火箭良良,在西部决斐火箭队被杜兰特打爆的情景,曾让很多火箭队球迷垂凶顿族,认为他们只是输给了杜兰特。 确实,在死亡无小的时代,杜兰特无解的单挑,高度以及进攻伴们,足够让所有球队和对手感到头疼,在过去两年如果不是杜兰特的存在,勇士也不会两连贯。 但是,杜兰特并不是没有弱点,他在底线持球地位被身靠打,依然不算是炉火纯青,但是对于安东尼而言,他在过去一个赛季,在雷霆几乎浪费了这个技能。 多禄万想要让他成为一个无求好动辄,这一度让安东尼和雷田被盗而驰,并且最终不慌而散。 但是火箭队有让田官猛涨,刮输地落的土壤,安东尼急速的出手和进攻的套路,在底线持球之后,可以面框直接拔起进攻的能力,完全适用于得帅六秒进攻或者更短的理念。 当然火箭队现在内线进攻差,没有一队一只球进攻高手,没有本身单打的三号位,小阵容没有内线单调和错位能力,这些问题会因为安东尼的到来,得到很大的缓解,甚至治愈。 当然安东尼不是万能的,但是现在看起来没有安东尼,想要战胜五巨头的勇士,则是万万不能,安东尼很可能会在二阵容和保罗一起带队。 安东尼的生涯还从没有在火箭这样的进攻体系,以及搭配两个超级后备那么爽快,保罗的那种单纯的控球组织,很可能会让安东尼重现绝境荣光。 所以说钱光一旦到了火箭队,他就是必成为两养,而不再是毒瓜。 谢谢观看